《零》和《一》是科技世界裡的無限 因為我讀中國文化、中國歷史 所以《零》對我來說有些哲學的意思 它好像訟詞什麼都沒有 但實際上它是包含所有東西 我覺得所有東西不是立場行先 是應該知所有事情的觀點、態度、資料、看法 然後在裡面轉一轉 轉到最後找出自己的看法和信念後 我就回到一個一種的看法 那就是我《Stick To》的態度 反過來,一可以回到零 當我有很多零 然後我成為了很多個一 這些很多個一 到最後變成我的零的內容 不過問題是方向是零去一、一去零 如果你問我 在一個百花齊放的城市 尤其是國際大都會 本來是應該容納很多種不同的意見 而不應該只有個別、一、兩種看法 我覺得都挺適合 今時今日香港不是應該需要這樣的文化嗎 那未有就我們自己走出去